毕业冠軍成員 盡快前鋒小波特 在球場中央受訪時 一名男子突然衝上前 又是伸手要求握手 又是熊豹 場邊球迷一陣驚呼 工作人員保全人員 趕緊上前 一把抓住他帶離場 沒想到他竟有掙脫束縛 男子行徑荒謬 張開雙臂在整個球場逃竄 隨即五六名人員一紅而上 將他壓制在地 男子被合力扛出城外 期間不斷掙扎 甚至被警方包圍盤問時 不滿被驅離城外 還掏出票券反駁 證明網紅其實早就被列為黑名單 不過因為辨識是否為黑名單 都靠球團人員依照片以臉部辨識為主 網紅這次由備而來 喬裝遮臉多過檢查 球團也報警處理 有信人士與週機棒球場鬧場行為 已屬累犯 警方認為該行為 已經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目前由警方製作筆錄 韓請地方法院檢疫庭裁定